为了给上班族提供方便错峰打疫苗 位于安徽省合肥市鲍河区的 安徽国际旅游卫生保健中心 首先开展六成24小时不打样 全天候卫市民接种新冠疫苗 5月15号晚9时 记者来到安徽国际旅游卫生保健中心 数百名当地民众正在现场排队接种疫苗 秩序井然 六成24小时不打样接种点 是说我们是从周一到周六 进行24小时的新冠疫苗的接种 我们安徽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主要从城市出入境人员的疫苗的接种 那么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2点半 我们进行的是出入境人员的 祸乱以及黄热疫苗的接种 以及出入境人员的新冠疫苗的接种 那么每天下午的2点半 到每天上午的8点呢 我们进行的是市民的新冠疫苗接种 这样呢就和出入境人员进行了错峰 符合国家的防疫要求 在一楼接待大厅 数名医护人员正在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 为前来接种疫苗的市民登记信息 告知注意事项录入信息 据李灿州介绍 从13号起 医护人员都放弃了休息 加班加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 现场为接种疫苗的市民发放接种号 也是为了减少人员聚集 让接种工作有序进行 从5月11号开始呢 我们中心进行的是新冠疫苗24小时的接种 那么从当天开始 我们20余名有专业技术资格的护士 就进行了疫苗的接种之外呢 我们全体的其他岗位的职员 也参与了我们这一次疫苗的接种 从13号开始我们的接种量明显增多 那么我们全体的工作人员呢 一直都在进行满负荷的运转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停止 汪新柱是合肥市包和区的一名居民 从事房地产工作的他 只有下班后才有时间接种疫苗 他在网上看到有24小时不打样接种点后 第二天便和爱人一起前来 他表示这样的服务为自己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工作人员据说从昨天已经开始到 今天一夜等两天一夜了 讲实话作为我们市民人非常感动 对吧 感谢政府和这些医护人员 真的很感动 据合肥市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消息 截至14号晚12时 合肥市累计接种新冠疫苗264.66万几次 其中5月13号接种15.17万几次 创接种以来单日接种最高记录 5月14号接种36.41万几次 再创单日接种最高记录 今天新增和已有的核酸检查队伍 共174至370人 正以规划的中风险地区和确诊患者 去过的餐饮链位中心 向周边有序拓展检测范围 即使上午11时 供采集核酸样本 12万5720分 以检测11万8311分 结果全部为阴性 其他结果代出 下і寻白 下v Setting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